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经纪公司依旧爽约 而根据外媒报导 迟到截止日最后一天傍晚 该公司才与宋志孝联系 公司一直以来的消极态度和多次违反约定的行径 让宋志孝忍无可忍强硬表示 我们已经向法院提交诉状 将透过法律解决这个问题 消息一出 粉丝们都认为经纪公司真的太扯了 希望该事件可以赶快落幕啊 明镜与点点栏目